查得怎么样了 刚才审讯完这个刘翠红 她和另外一个外来的打工妇女 被一个叫朱大宝的人诱拐 多次在市场上使用假钞换取真钞 朱大宝三十岁左右无业 自从小钞社出事以后 刘翠红和朱大宝就再也没有联系上 而且刘翠红对朱大宝的假钞来源一无所知 但是呢 刘翠红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在一次搬家的时候 她无意中听到朱大宝打电话 好像是康城小区十一栋三丹园七号 我想朱大宝肯定在这儿 准备一下 马上行动 谁啊 开门 谁啊 开门 谁啊 喂 你是 说 叫什么名字 琉璃公 我叫琉璃公 琉璃公 朱大宝是谁啊 朱大宝 我不认识朱大宝 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们抓错人了 那你为什么会住在这儿 我是刚刚搬进来的 杜队 抓错了 他不是朱大宝 你也不问问我 就敢这么做 怎么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放货 你非把警察引到这儿来吗 我只是想试一试效果 只是放了一点货 没想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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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小心点 知道了 邓总 干什么呢 马良 马良 别放我 怎么了这是 IP的呗 为什么呀 抓错人了 就是抓捕的时候手中了一点 这不人家投诉了 你站着跟个木桩子似的 说话呀 什么事啊 你坐下说 你别没事跑这儿来气我 行不行 是不是为马良的事来的 局长英明 你打住 以后这种事自己处理 你放心 我回去一定让他写深刻的检查 行了 说正经事 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案子有一点进展 但进展不大 抓紧点啊 知道了 杜队 看见马良了吗 在我们那儿写检查呢 你说他好不容易 想表现一次英雄气概 被人投诉了 正欲嘛 林爽 你没事过去劝劝他 我不去 我还要接传真呢 你怎么 大雁 你去劝劝 对 雁儿姐 还是你去吧 我去啊 他听你的 行 那个猪大宝抓到没有 没有 他换地方了 你们刚抓回来的那两个女的审了没有 车上就审过了 和刘翠红交代的都差不多 没什么新线索 杜队 这是派出所查的 朱大宝的资料 杜队 搞定 行 你看 要不要复印一份 我们先开个小会 嗯 我说一下 这次 我们抓朱大宝 朱大宝 肯定已经有所警觉 很可能不会再轻易出现了 这对我们下一步的侦破工作 带来很大的难度 但是 也恰恰证明了朱大宝对咱们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下部的重点任务就是 排查他身边 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人 大雅 你通知一下萧玉宁 把这上面的几个人 你们俩去排查一下 我去找朱大宝的舅舅谈谈 我呢 杜队 你把朱大宝最近的通话记录 全都查一遍 好嘞 半年之内的 好 我现在就去 杜队 你等会儿 那告状的人怎么办 接待室的同事 和他谈着呢 朱大宝舅舅那儿 你一个人去行吗 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 行 走吧 你们俩忙着 我们俩走了 你去找关系 打听一下外面的风声 看看咱们察觉到什么没有 事情交给他们几个人 我还是不太放心 好的 你的手下 如果有不让咱们放心的人 就要 对他们立刻采取措施 如果有必要 就让他们消失 邓总您放心好了 还没发现什么 千万不能大意啊 这个事情一旦失守 咱们可就都完蛋了 你好 你们是警察吧 请问朱大宝是在这住吗 来找他的不是警察就是赌徒 家门不幸啊 他又犯什么事了 我不该问 你们想知道什么 尽管问你 我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 那好吧 他最近回过家没有 他啊 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成天在外面鬼混 吃喝嫖赌全都占了 就是不干好事 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还是在看守所里 要不是我姐临终前搁下话 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 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 慢走啊 怎么了 叶楠 一累了就休息 我没事 昨天熬得晚了点 你说马亮碰上这事 也挺火的 他没事 他心里急 加上年轻气盛 做起事来 那么有些美子 对 哎 马亮 杜队 下完了 写好了就行了 不用留着 杜队 别啊 奇闻共欣赏 念你多精彩啊 扔得太可惜了 让我们也看看嘛 没劲 行了 灵爽 没看见我都没机会看嘛 你们 都别心灾冷祸 谁心灾冷祸了 马亮 吹线长一致 平常没少说你 做事别冒声冒叫的 就是 我知道了 还站着干嘛 干活去吧 对啊 快去快去 为这个事 我把任中豪都给舍了 你可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邓总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可是红星和阿彪这两块料 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一点都不为公私着想 这样下去 邓总 会出麻烦的 少说几句 邓总 我说的没有半句假话 他们俩眼里只有钱 跟他们做事实在是太难了 好了 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你干嘛 警察 怎么了 你是赵凯吗 是啊 这个电话号码是你的 是啊 朱大宝认识吗 不认识 到底认不认识 真不认识 不认识啊 不认识咱再换个地方 你就什么都认识了 走 别别别 我认识 认识 又认识了 老实点 现在人呢 不知道啊 他 他犯什么事啊 问你呢 犯什么事啊 我 我真不知道 他 他是不是又参与赌国了 我早 告诉这小子 别 跟谁说话呢 嘴发干净点 行了 大爷 带他走吧 去了那个地方 他什么都说了 走 别别别别 我真说 我 我一个月以前 玩麻将的时候 见过一回 后来这小子就失踪了 不过我 我可没参与赌博 你们可不能冤枉我 说话要负责任啊 真的 大哥 我发誓 这小子欠着我钱呢 你要是不信我 我就只能跟你们回去了 说说你们摸上来的情况吧 没什么新线索 那情人我查过了 朱大宝的事一无所知 还有朱大宝出事以后 也没有见过面 大爷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这边也没什么收获 名单上的人都查了 不是什么地痞啊 就是小流氓 跟本案不沾边 他们还真不知道 朱大宝的行踪 行 你们边吃边听我说 其实这一次 我们获得的线索并不少 但是没有起到作用 知道为什么吗 那还用说吗 摸得路子不对呗 老萧你说说 我说说 马亮你别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 那我就简单说两句 我觉得现在不是线索少 而是我们没有仔细地 分析这些线索 没错 听到了吗 我说你什么了 你考虑问题从来不进过大宝 行行行 我没脑子 我光知道吃 言归正传 其实我们这次忽略了一个重点 其实每个人都有弱点 你们知道朱大宝的弱点 是什么吗 好赌 没错 其实他这一点 在很多线索中都体现出来了 我相信只要我们找到了他的赌窝 就一定能抓到朱大宝 依然 马亮 学着点啊 赶紧将你的花吧 多用点脑子 不然赶明儿变猪头了 老乡 我真搞不懂都对 为什么每次都派我干这种粗活 年轻人哪 千万要沉住气 别 别不服气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有个猎人啊 在对这猎物扣下板击之前呢 总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在极其寒冷的北方 这种等待可能意味着 在雪窝子中藏身几天 然后一抢将猎物毙命 你们杜队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最好的狙击手 就跟着猎人是一样的 老乡我求求你 算我求求你了 你别每回都给我讲这些大道理行吗 来了 老乡 要不要跟上去 把他逮了 你小子说对了 走 别动 警察 蹲下 别动 蹲下 猪大宝呢 人呢 不知道 你没见过 没见 带走 走 你们俩也跟我走 走 据猪大宝的独有交代 这猪大宝 最近迷上了世捷娱乐城的一个叫莉莉的小姐 赌博的次数明显减少 几乎天天都泡在这个夜总会里 看来这个猪大宝兴趣还挺广泛的 嗯 依然啊 我听人说这泡妞比赌博还上瘾啊 你这都听谁说的 听人说的呗 我看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反正这条线索现在是很重要 你得抓紧时间去摸摸看 嗯 对了一人 呃 给你请个假呗 干嘛去啊 反正不是去赌博 跑牛去 呃 呵呵 算是吧 你呀 哦 那我去了 我爸妈问我你人怎么样 嗯 那你怎么说的 我就说还凑合吧 凑合 那怎么行啊 你得说他是一个很帅气 又很有魅力的警察 你说 是不是 你就凭吧你就 呵呵呵 那你爸你妈什么意思 呃 他们呢 就说警察呀 那可不好 这职业又危险又辛苦 还整天不着家 唉 那是我爸妈 他们得替我想啊 这要是被你追到了 我可怎么办呀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明 我能够追到你的机会 很大是吧 臭美吧你 呵呵呵 我得好好考验考验你 知人知灭不知心呀 谁知道你这是颗红心 还是颗黑心呢 肯定是红心呀 一颗红心向着你呀 跟你说呀 我这颗心呀属于你的 呵呵 别乐呀 呵呵 我们今天先会回赵凯树的那个莉莉 主要摸猪大宝的情况 我先找他们领班 看看莉莉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 我让他们把她留下 别让她走了 唉 来一瓶黄家礼泡 唉 等会儿 黄家礼泡 一会儿再点 一会儿一块点 啊 对对对 你这有个叫莉莉的 先把她叫过来 唉 好的 别犯病 嗯 这是莉莉 服务员 把门关上 你先出去吧 哦 哦 没事 你就是莉莉吧 嗯 来来来 坐这 坐这 老板 你这都有两位姐姐了 还找我呀 啊 没事 不是说这里 你长得好看吗 所以找你 那行 那我陪你唱个歌吧 啊 不着急不着急 咱们唱歌一会儿再说吧 那个 要不咱先聊聊天 行啊 你想聊什么呀 哎呀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我就是陪客人 唱个歌什么的 我 我 没说你干什么 找你来 跟你打听个人 什么人啊 认不认识一个叫 朱大宝的人 嗯 朱大宝 耳熟 想不起来了 是想不起来呢 还是不想说 不是 你看 我每天接触那么多客人 我哪能一下子都记住啊 你别跟我这儿绕圈子了 我们既然能找到你 就肯定知道你跟朱大宝的关系 其实我跟朱大宝吧 也不是特别熟 就见过那么一两次 那你就知道多少说多少 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你们也得把那个朱大宝 给我找出来 好 杜队 莉莉那边怎么样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消息 继续找吧 好 哎呀老板快喝呀 来来来来 把这个酒干 好喝啊 爱你啊 好好好 嗯 来 我再给你倒一杯 啊好好好 慢点慢点 哈哈哈哈 哈哈 来来我敬你 不特 吧 嗯 喝着 嗯 还给我买吃的 哎呀 还是老同学关心我呀 嗯 我真有点饿了 怎么样 有什么情况吗 什么情况啊 就是杜队啊 让我在这儿值班啊 嗯 嗯 哎 我刚才想个问题啊 嗯 你说我犯困 那犯罪分子是不是也犯困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儿值班 这犯罪分子也值班咯 别说还真这样 你还记得咱们那次跟踪抓捕忠豪的时候吗 他不就这样吗 说的也是 有的时候啊犯罪分子比我们更警惕 哎 这就叫做一日做贼 终身怕胆 哎 还没走啊 哎 你怎么也没走啊 这好不容易到下班点了 还不回去陪陪文文 就是啊 一大堆事 你们帮我做啊 哼 你看 这咱们三个老同学都在这儿 这不是听说 这个叶南 已经交了一个男朋友了 哎 哎 行了行了啊 别老把话题往我身上转 啊 这不关心你吗 甭关心我了 你关心工作吧 哎 你怎么当领导这么说话呀 谁说我不关心工作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一直在考虑 对于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假钞案 我们是从那些持有假钞的人入手 还是从那些制造假钞的人入手 他又把我想说的话给说了 去 嗨 还有就是制造假钞的人 机器设备是否就在南州市 哎 他又把我的话给抢说了 这怎么还像上学那会儿 有消息没有 我 是这样啊 邓总 本来的确不应该 红星去联系他 但卫阳请不动刘阿元 人家嫌赚钱少不来啊 没办法 星也才主动去联系他 你说什么 我交给你们的事情 你们就办成这样 你们两个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邓总 魏阳怎么跟你说的 他的话 你可不能全信哪 你别管魏阳怎么说的 绝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杜队啊 这都一个多星期了 这朱大宝还不出来 咱们想这招到底有没有用啊 要是把你换成朱大宝 你会怎么样 把我换成朱大宝 诶 杜队 我可能一天都闲不下来 我跟你说 人都有弱点 朱大宝憋不了几天 再坚持一下 应该有结果了 成吗 你干嘛老跟着我 大家辛苦了 咱们抓紧时间吧 那 先让叶南说说调查进展 好 这段时间 我跟林爽 对莉莉的手机 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监控 暂时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另外呢 朱大宝的手机 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我们也对莉莉提供的 联系人名单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发现这些人 跟贾朝岸没有任何联系 他们呢 也不认识朱大宝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奇了怪了 难不成这朱大宝 人间蒸发了 李局 说说您的意思吧 好 我说说 我发现 我们的侦破工作 进入了一个怪圈 就是发现线索 调查线索 线索中断 又继续寻找线索 一直这样重复着 我们这样做 不仅仅是在原地转圈 而且还把它们给弄惊了 就更加不好找了 这是思路问题 我觉得 大伙的侦破思路 似乎停留在了一个 很旧的模式里 大伙能不能主动地 把这个侦破思路 改变一下 让犯罪嫌疑人 主动现身呢 您的意思是 我们给他来个 外松内疾 让朱大宝 误认为我们警方 已经放弃对他的抓捕 然后再布控 司机抓住他 你们觉得 好 我马上就到 我只是提个醒 你们继续吧 真想不到 这姜还真是老的辣 喂 文文生病住院了 什么 在哪家医院啊 行 我马上就过去 出什么阵了 文文生病了 那你赶紧去吧 去吧 有事打电话 好 这拥我的 来 擦擦手 疼吗 不疼 这 对了 妈妈 我不会是得了 超级病毒吧 你想什么呢 不会的 不可能 我倒是希望 为什么 这样我就可以 不用上学了呀 你这小家伙 脑子里想什么呢 就想着偷卵 不想上学是不是 我在医院 你不就能多来 陪陪我了吗 文文 最近妈妈都没有 检查你的学习 你跟我汇报一下 英语考了多少分 还有数学 上个学期数学都没有考好 你说进步没有 你对我也像是犯人一样啊 我都住院了 你就好好陪陪我嘛 哎呦呦呦呦好好好 妈妈陪你啊 乖 来 来 听话 喝水吗 来 你老跟着我 你烦不烦啊 我也不想跟着你啊 可是没办法 这不是领导派的活吗 那我都答应跟你合作了 你还跟着我 不是我想跟着你 这是我的任务 知道吗 你跟着我 我特别地烦 说实话 我也烦 小红啊 我刚给你打电话 你没接啊 我这会儿正在外面 执行任务呢 走不开啊 要不你自己去 我还有事呢 你快点 谁在旁边呢 我一个工作对象 对象啊 打扰你们了吧 说什么呢 真的没有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话呀 那 那我确实是有事啊 不是 你非这时候说嘛 就您这话 你知道给我添多大麻烦吗 你知道吗 没事儿 我给他打一个电话 解释清楚就好了嘛 这还叫没事儿啊 你这不打还乱呢 你这一打我还活不活了我 那 那我 哎 朱大宝 注意你的情绪 问问他在什么地方 喂 大宝 你在哪儿呢 喂 喂 他给挂了 再拨过去 他不接 走吧 是不是他刚才 感觉到你的情绪不对啊 有情况 怎么样 通话时间太短 定不出他的位置 但是可以肯定 朱大宝还在南州市 都说什么了 他还能说什么 胡说八道呗 能不能确定大概位置 能 承南 这儿附近 有没有说躲在什么地方 没有 朱大宝划得很 始终不肯说 那个莉莉 会不会给他通风报信了 应该不会 行 通不通知杜队啊 算了 他去医院了 就别通知 他去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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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那种捏花惹草的人 死了都跟我没关系 萧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怎么了 你跟我讲讲 我昨天打电话 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声音 是不是你听错了 不可能 我去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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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人疼我 又没人爱我 哪像你啊 有萧大哥疼你 再说了 萧大哥的工作性质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一定是在执行任务呢 你们家的那个魏阿姨 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魏姨是对我们挺好 妈妈治病的钱 还有我上学的钱 都是她给的 不过 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魏阿姨这份恩情给还上 见过这个人吗 没见过 再好好想想 我记性很好 不会弄错的 那麻烦你了 你说我们这么做合适吗 应该没事吧 走 叶南 在哪儿呢 什么 谁让你站自行动的 立刻停下来 原地等着我 听见没有 杜队 没有掌握朱大宝的确定位置 你敢贸然行动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 我们前几天所有的工作 全都白费 现在说对 怎么了 依然 别发火啊 对不起 队长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 别着急 我们再耐心等一等 朱大宝肯定还会再来电话 下次通电话的时候 尽量拖时间 不要慌明白吗 行 我知道了 老肖 嗯 你一定要保护好莉莉 她能配合我们工作 已经很不容易了 朱大宝不是什么好人 这几天 无论是什么情况 你都不能请假 莉莉就交给你了 明白吗 我 杜姐 刚才她女朋友给她打电话了 哎 要不要让别人来换你啊 不不不不不 不用了 领导 反正啊 这片我熟 还是让我去吧 等抓着朱大宝了 我专门给你放一天假 让你去跟人家好好解释行吗 说了这么大半天 才给一天时间啊 半天 今天的行动也不能全怪你 我理解你们急于破案的心情 但是这么做确实有点鲁莽 搞不好就会打草惊蛇 关于这个朱大宝 我们不是只有等待这条路 我判断朱大宝还是会继续打电话的 所以监控电话和确定电话的位置 是下一步要做的关键 林爽 你就在监控中心二十四小时监控电话 好 杜队放心 马亮 你跟老萧说一声 让她告诉那个莉莉 一定要帮我们争取时间 明白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 这几天一律不许请假 二十四小时待命 幸会啊 千哥 幸会 请坐 经常听人提起千老板 说您是一个傲骨脱俗的人 我也听说魏总是美貌与智慧 其余一身 此一件 果然名不虚传 千哥过奖了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这次我找你 是为了杨允毅的事情 杨允毅 比杨允毅给你的多一倍 如果你不合作 吃亏的可是你 那魏小姐的意思是 要我怎么做 出卖朋友 出卖朋友 那恐怕不行 我需要你跟我合作 恐怕 这不太好嘛 我不管你是义气还是生意 要知道义气是代替不了生意的 这年头义气能值几个钱 如果你跟我合作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告诉你吧 如果你不合作的话 千老板 以我魏杨在士邪集团的实力和地位 你和杨允毅都没好日子过 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别别别别 阿弥陀佛 我是不喝酒的 各位早 叶姐 早 叶姐 今天够精神的啊 精神吗 太精神了 昨天大家都休息了一天 气色都不错 就是 看这叶姐来了 我心情更舒服了 我现在就像一个精力充沛的老虎 就你啊 还老虎呢 就你那小胳膊小腿小身板 我看就是只壁虎 不是 别人说你这一大早的 什么壁虎不壁虎的 是不是是不是 你说谁呢 我说马亮你没事干了是不是 一大早哪来那么多废话 是 是 怎么了这是 哎 林少 嗯 工作呢 嗯 问你个问题啊 好啊 假如有一天 你跟你男朋友 打电话的时候 嗯 听到了别的女人的声音 那这个时候 你的态度会怎么样 我当然很生气啊 这我也知道 嗯 我就说他给你打电话 你接不接 嗯 这个我得考虑一下 喂 妈 我知道了 晚上回去吃 嗯 好 我 你的白马王子还没来给你道歉啊 他跟我道什么歉啊 我跟他都没关系了 得了吧 你不就盼望着肖大哥给你打电话吗 懒得理你 那就说你不接了 我觉得 我不会 别解释 行行行没你事 没你什么事 说 比如说呀 他到你单位来 哎 把你找出去 当面解释这个事情 你会给他机会吗 嗯 这可不一定 嗯 萧嫣 你都多大岁数了今年 你都四十了 还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你说什么呢你这是 查房去了 真搞不懂你们两个人 有误会 谁也不开口主动把话说清楚 都憋在心里吧 来吃点东西吧 不吃 没关系的吃点吧 叶姐啊 嗯 你说这都好几天了 朱大宝还是不来电话 他会不会不来电话了呀 不会 杜队判断 朱大宝今天晚上很可能会来电话 等会儿你接电话的时候啊 一定不能让他怀疑有什么异样 可是 可是我还是紧张 没事 你不要紧张 就像你平时跟他通电话一样 只不过呢 你时间要拖得越长越好 好吗 行 我知道了 朱大宝打来的 朱大宝 喂 是我 啊 大宝 哎呀 你怎么回事你 这么多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 你在哪呢 莉莉 你说你想不想我啊 你先说想不想我呀 啊 当然想了 要不这么晚我还给你打电话他吗 你骗 我还打电话他吗 你骗人 你要是想我的话 这么多天了都不给我打电话 我没骗你 最近出了点事 过段时间没事我就去看你啊 啊什么事啊 哎别忘了莉莉 你 你怎么没带客厅啊 啊 我今天不舒服 啊 莉莉 是不是想我啦 啊 想啊 想你啊 真的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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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